经中美双方商定美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 于7月6号至9号访华 他是与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后 近期第二位访华的美国内阁高官 如何看待布林肯和耶伦相继访华 中美关系走向如何 两国如何在新时期找到正确相处之道 近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徐步 接受中心社专访 就相关热点进行解读 徐步说 一段时间以来 中美存在非常严重的矛盾 一方面两国又保持了高层交往和接触 这说明双方都在寻找新的相处之道 我们看到美国这些国务卿也好 这个财长也好 到中国来访问 这不意味着双方之间的问题 得到了多大的环节 也不意味着双方之间的关系 会出现什么样戏剧性的改善 而是意味着美方以及中方都在寻求 在这样一种新的双变关系的背景下 如何能够找到相处之道 徐步表示 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唯独打压 但很难达到美方预期效果 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跟着美国走 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拉帮结盼 搞他的团团合伙 但是广大的世界上的国家 他们并不认同美国的那些做法 他们反对美国搞霸权主义 单边主义 他们反对美国搞美国至上 美国优先 我们中国主张的都是合作共赢 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 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不变的响应和广泛的支持 此前 徐步率团访问美国开展智库交流 与美国政界学界人士进行广泛对话 徐步表示 此行感受非常显著的是 中美关系的气氛出现了明显恶化 那么应该说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主要是来自于美国 他对中国的崛起 对中国的发展 那么美国方面越来越忧虑 越来越焦虑 甚至是越来越恐惧 中国威胁论 中国国强必霸 这是一些美方学者所持观点 徐步说 这些按西方政治逻辑衍生出来的态度 很明显并不适用于中国 我说你看 你们讲这个capacity 能力 你们讲这个intention 意图 其实你们的视角都是权力 权力政治 以及霸权思维 那么中国想的是什么 中国想的是发展 我们中国人看的是一种包容 一种共赢 一种共处 我们强调的是发展 并不是为了超越你美国 我们的发展是为了中国更加的富强 是为了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美国政府官员和学者普遍认为 应该把中美关系加装好护栏 徐步强调 这需要有一个前提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也强调 在一些问题上应当保持对话 并且进行合作 他们也提出要想办法把这个护栏 构建好 加装好 当然我也跟他们强调 所谓的这些护栏 如果说美方不改变 要破坏中国发展这样一种目标 不改变 要阻止中国实现统一这样一个目标 那么任何护栏都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受到美国传统的国际政治思维的影响 在美国的媒体上几乎看不到 对中国有正面的报道或者评论 徐步表示 让更多美国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非常重要 我们要扎扎实实地致力于人民之间的往来和民间的交流 这个通过人民之间的这种人文交流 通过民间友好 使得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了解中国内政外交这样一些政策的理念 认识到中美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合并共处 这样一些原则的基础上 找到中美相处的正确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